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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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要跟我說 為什麼會敢分享一些客要的心得 在網路上面給人家知道 我跟你們說的是 我根本有在台灣客人 我今天在鼓勵人家出國客人 我已經新聞那麼多我新聞過 被警察抓過三次 我新聞我 我難道還要跟你們說 裝個乖寶寶說 我沒有客人過要 我不會去Party玩 我去Party玩的不客要 我要裝成這樣幹嘛 而且重點是 被警察抓了三次 我沒被驗到 妙 我又沒有被驗到 所以呢 我是沒事的啊 我沒有前客啊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我敢分享這些東西 我怕很危險嗎 我說台灣我沒東西 台灣我沒放東西在身上 而且我沒談科評 我抓我呀 一定法律常識好不好 還要問我這些怪問題 而且他媽的我都去EDC了 我他媽還要去EDC了 在幹嘛呢 你們應該都很清楚吧 難不能跟你說我真的去 跟大家討論音樂去EDC念書嗎 他媽的現在是誰在DJ台上放歌 我都啪到不知道了好不好 我們可以玩樂 但我們只要知道你在玩什麼就好了 你要知道什麼方式去玩 不會傷害到自己 當然去個RAVE去Facebook玩的話 我都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沒什麼好不能分享的啊 你們不需要去裝另外一個樣子 你知道自己在幹嘛就好了 然後呢 你們在台灣課啊 沒有在會犯法立方課 但是在美國的時候 我還有遇到一件更白癡的男生 他是一個就是看起來是好好先生 怪怪先生那種 哇整個冰冰有理的樣子 然後我們在看球賽的時候 就很多 我們在一個場合看球賽 有很多的人 就這個人去買東西喝的時候呢 從他身上掉出個保險套在我腳邊 結果就有 就有一個白人跑來 我的耳邊跟我說 欸 雨是雨掉的保險套在腳邊 我嚇一跳 我說我怎麼會掉保險套 有保險套 我會承認啊 結果把那保險套撿起來 就只有我跟那個男的 當然就是那個男的吧 就整個男的回來的時候呢 我想要把那保險套是不是你掉的呀 就要打死不承認 然後說這不會是他的髒東西 丟遠一點這樣子 把他丟掉 我覺得 唉 人不用那麼裝啦 我覺得如果你會 直接會不會把那保險套就是你的 喔謝謝 我還覺得 我比較欣賞你 就是你的 是我的 今天是我掉的 我會覺得喔謝謝你 對 這是我掉的 我可能等一下想打炮 或者我今天的目的是什麼 可是這樣的話 讓我覺得你就是兩面的人 但是如果你要裝的話 他還是可以裝 所以我先去EDC 他就是想要裝成一個 不克藥的人 明明就克了 明明就還想裝成 就是去那邊念書的樣子的話 我也是認了 因為EDC的一個影片 然後跟我的朋友翻臉 因為他覺得我一直在講一些克藥的東西啊 Vegas快樂的一些事情 他覺得這樣是不妥的 這樣自毀虔誠的行為 然後他甚至還說 他去EDC的照片 他根本不敢PO出來 因為他怕別人認為 他就是一個去克藥的人 他媽的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會怕的話 如果你怕別人怎麼看你的話 你就乾脆不要去 這邊幹嘛就是短片幹嘛 其實我覺得 你不睡沒差 但是也不用裝成另外的樣子 如果你是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你就用什麼方法 呈現你自己 我覺得 你不用活這麼累 所以呢 不要問我說為什麼我敢發這些影片 為什麼我敢做這些事情 前提是我沒有在台灣做就不要再靠杯了 在這裡呢 Anyway 我還是會繼續分享我的生活 我還是會繼續分享我的生活方式 那個不要再裝你們是個乖寶寶 我不會欣賞的 包括那個在我身邊掉出保險套的人 我當初來覺得你還是一個不錯的男人 結果你他媽掉出保險套之後還不承認 那我覺得 唉 想怪在別人頭上 就我跟你而已 難道是我掉的嗎 什麼的 然後如果妝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 我們就分兩段路走 我們就 緊水不犯河水吧 你不要做朋友了 就是這樣 今天呢我就教你們 我臉上的這個妝 不是想要罵人影片 是想教你們妝的 然後呢 我最近想要開化妝單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報名 不要客藥喔 我不提倡台灣客藥 在國外客藥 你們可以就國外客藥 國外抽到嗎 之後還會再發一個 有關 這些經驗的一個影片 所以呢請你們盡情關注啦 然後呢 我們來繼續開始化妝囉 這個都 還有臉帶藍的 有點帶紫的 我們可以試畫畫看 但是你們如果要學的話 還是可以來上我的化妝課 最近在LA買了一個新房子 所以我需要繳貸款 所以希望大家來幫幫我 然後呢 我就可以加你的化妝 來付我的一些插額 好吧 就這樣 因為很多人 思訊問我問題 啊 你的怎麼 你的臉 是哪個東西怎麼畫的 眼線怎麼畫 眼眉怎麼畫 眼眉怎麼貼 眉毛怎麼畫 付錢 什麼事情 你只要一付錢 就可以得到很好 很滿意的答案 那恭喜我在LA之後 我的房子 超美的 全新的 我如果能供得起的話 我就要開班授課 化妝課 因為本身我也沒什麼才藝啦 絕對打敗了 那之後呢 我要追著 Mamani的Foundation 來我買一個超大的Svara刷子 哇 大又不行 很滿意 感覺很好 好大 你看 如果你去買刷子呢 一定要 夠軟 太硬的刷子就不要用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開始了 開班授課 知道你們怎麼真正的化妝 不然你們這樣看我的化妝 你們真的會嗎 還是看我漂亮而已 你的頭開來 這是我的新刷子 你看 新的也是不一樣 特別的平均 但是所以刷子還是要洗的 其實大的真的蠻好用的 你就把這種面積大的 能夠很快刷完你整張臉 你把這種面積小的 你只要刷到民國一百年 已經一百零六年了 只要刷到民國兩百年 跟你們說 我的LF房子超漂亮 雖然我現在還在殺價當中 不給我家具嗎的 然後呢 我不帶的時候呢 我想出租成RBRB 幫我找人不要貸款 就有請我家人幫我一點點啦 但是他們不願意幫我付親 所以不需要貸款 我需要你們的幫忙 就是呢 我現在決定開化妝課 不然我也覺得我是不教人化妝的 因為我不喜歡服務他人 但是呢 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我必須上烏油米折腰 你決定很廉價的賤賣 一堂一千二 總共需要上五堂 還有完成交給你一整個 一季的課程 你可以單堂單堂的給 然後呢 一堂就是一千二 就是這樣子囉 你看 我現在要上完我的底妝 是不是很服貼 來 下次痘痘的補醬了 眼睛的primer 你一定要眼睛的 才能夠讓你的眼影 體驗 你知道歐美妝就是要重妝 如果你沒有上這個的話 你眼睛之後會有一條線 眼睛會有一條眼影的線 像眼璽要在你眼皮上 補掉不上喔 這是也很可怕的事 看你們要怎麼來的東西 你們要上的話 可以開始報名了 然後我每個禮拜都會開 但是東西的話呢 你們可以自己準備 你們自己準備 如果 你知道叫我東西哪裡買的話 東西大部分就是 Sephora 或是國外的網站的一些牌子 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們怕我 欸你這塊錢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買 因為我沒有在買 所以咧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沒有辦法 不知道怎麼買 你方法管道去買的話 我可以推薦你們 我知道我的管道 但如果你們現在上課的話 其實沒差啦 沒有帶你自己本身 就有的東西 就可以來上課 好啦 就很簡單 如果你看到這裡 而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開始報名我的課程 然後呢 請用這種 排會來的東西 覆蓋在我的眼睛上 這樣我原來會更奇怪喔 要怎麼畫 跟你們說啦 也是一門專業啦 你們這樣看喔 是看不出來的啦 但你們要看也是可以 我就畫給你們看 你們這樣看喔 就是只能用看的 沒有要整整的 有 了解到 除非我在旁邊 有大師指點你 不然呢 通常人家畫這種眼睛 就會畫得像我們家的那個 應用 他的眉毛畫得亂七八糟的 否則是人家都說 啊 這眼睛我畫什麼這樣子 以為是我們家的 不是 他只是很想學而已 要怎麼知道怎麼畫的眉毛 請 付錢 上課 就會教你 付錢上課就會教你 不然你的眉毛就會畫得亂七八糟 人家在外面都不好意思跟你說的眉毛就不這樣 接下來換呢 就 一點點的眉粉 把這個前面有自然一點 再來呢 就 concealer 把你的眉毛再修一遍 看起來 我覺得化妝就是要讓大家看得到 知道你有化妝 就是要誇張 美 從輕輕臀的 喔 你又不是要去上班 你是要去玩的 去美麗的 去調男人的 你 你畫那個淡妝CELENIA 要去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內力的 你畫那種淡妝我有沒有搞錯 沒有什麼淡妝 不會給你太好的淡衣 不要換化妝妝了 你又不是要去上課 就算上課會要化濃妝 這筆顏色 先畫在你的上 到骨頭的位置 女人在打扮上真的不要省 你看我的化妝品是成貴的 如果呢 你要省這種化妝啊 技術啊 或是你要省這種變美的東西啊 你就是沒辦法散發光彩 那我用這個顏色喔 一樣的刷子 再放在剛剛的地方上面 所以我希望是女的 這種東西不用省的 就不用一直省的啦 花在自己身上的東西 所以不要手軟 不要花在別人身上就好 女人齁 不要花錢在別人身上 要花就要花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嗎 都是投資自己耶 顏色 顏色 顏色就上外面了 我再拿著用亮的 用亮的 這首一首 那再來就換了下眼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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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剛剛的這個顏色啊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舞蹈就是呢 教你怎麼畫眼線啊 你眉毛啊 眼影啊 光頭啊 等你啊 怎麼忘記還在一起的舞蹈課 最近有時候有些我剛第四 第一次見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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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 哇哇嘴啊 他們就會跟我說 喔 教授你是一個 沒想到是一個這麼冷靜 這麼安靜的一個人 啊 我想說 怎麼不是跟你很熟嗎 請問要不要 我要記得要怎麼樣 我要大叫嗎 像我是神經病啊 奇怪耶 我說你 我覺得我看你影片 好像你都是一個 封封天天不站這樣的人 我覺得沒有 到底這麼冷靜啊 我想說 他媽 我現在這樣沒有刻 你知道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那封起來 我會是讓你盡情擦局的耶 這種人就這樣 翻白的 然後頭頂上 我又沒有跟你很熟 我沒有要說 我又沒有要跟你玩 奇怪 就是不想跟你玩 才玩不起來 趕快就不出來嗎 你要再說什麼 為什麼你本人這麼的冷靜 這麼的安靜 跟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因為你沒這麼好玩 我也沒有要跟你玩 我也沒有跟你很熟 真的合法 這種位置真的是 讓人太白了 哪個神經病 會一天到你家外面發瘋啊 就算是我也會有累的一天 好不好 其實你又不好玩 為什麼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是要跟你瘋到哪去 好 剛剛的呢 可以這樣子 好 稍微畫在你的髮際上 顴骨折 看起來會很立體 非常的立體喔 然後這樣黃色的 然後白色的 白色會太白 所以白色的 打在你剛剛打亮點 我就會用 如果你好玩 好的啦 五次啊 一兩次之後 我覺得大家一起玩得很開心 沒有人會第一次 就是神經病的在那邊尖叫 所以我都會想打那邊巴掌 而且不論是你是要跟你說你 寶貝喔 寶你長得好美喔 我跟你說朋友 沒有嗎 那種嗎 我真的超越受不了這種人了 這個話我可說不出來啊 在還沒說之前 我覺得 大家都還是有點倦也會比較好 好嗎 你要封什麼啦 你封起來幫你像風飛曝散 要跟你封什麼啦 看你就是沒那個膽子封了 才不想跟你啦 然後他鼻子就畫上最後五檔就完成了 然後他鼻子就算適合體面 我今天的眼睛是有點要配什麼顏色呢 記得好嗎?OK 那我新買的非常的金屬感 今天的妝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呢如果要學這個妝或是要學其他的東西的話 你們報名我的化妝課 然後呢言歸正傳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活出你們自己 不要為了妝或是活在別人眼光之下 就去放棄一些東西或是呢 少了去多多看世界的機會 所以在這裡呢 希望每個人都活出自我 然後呢 不要不在你家的眼光之下 好好享受你的眼神 記得去follow我的頻道 是這樣